说的 当妻子在场的时候 这个副驾驶座 那就代表着主权 当她都已经要坐进去了 你说你走吧 你到后面去 换人家上来 人家已经在后面坐好了 我坐在前面 已经开始上去了 说明人家小姑娘是懂事的 对 小姑娘她说 算了 不让大姐坐在前面 我坐在后面是一样 我们交流 是一样交流 那姑娘也是说这个话 她就强行的 要那个姑娘坐在前面 那姑娘没办法 和女同学聊天 赴驾驶之争 让程女士感受到 自己在丈夫心中的地位 一落千丈 情感上 得不到尊重就算了 更让人不省心的是 同学聚会后 丈夫在经济上 也开始胡乱作为 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直接跟人搞合伙投资 16年开始 那个同学聚会 从16年开始 那个店他都不 差不多不管不问了 就是我一个人 16年下半年 他们就不是跟别人合伙 做了一个那个杨梅酒的代理 没有通知我 也没告诉我 把那个酒已经进回来了 已经在销售了 后来就是要 他们合伙要买一个车子 送货 我说那时候才是知道 知道后来我也到 那个朋友那边去了解 他说反正也投资了 没有多少钱 几万块钱 我也没跟他吵 做那个杨梅酒代理的话 隐瞒他的话 这个不是事实 做杨梅酒之前的话 我们三个人到浙江去调查 去了四天 他是统一的 他知道你干什么去了吗 这肯定知道吧 因为我去的位置 当时我发了微信的 在什么位置 就是我去考察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我们准备去 带领那个杨梅酒 我们到浙江 去吃餐 四个人 他说他不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 考察完了以后 觉得那个可以吗 可以我们就合伙搞 他说是知道 你要买车的 他才知道 给了两支钱 第一支钱是 给了我们进货的钱 第二支是 给了买车的钱 他是默认的 默认的 这件事绝对不是隐瞒 不是默认的 他也是 就是要通知我一下 没有跟我商量 搞这个代理 能不能搞 他到出差 到那个 那边去考察的话 也是已经说好了 准备走的时候 跟我说 我到那边去考察 你明白他的意思了吗 他说 说准备走了 跟他说 那怎么可能呢 比如说 你有没有说过 我们想去做一个 什么什么事情 你觉得这个事情 可以做吗 我想做什么事的话 当然有时候 语气不是这样的 我就说 准备 几个朋友 搞个什么项目 什么东西 我们过两天 就去考察了 所以没有问 你觉得可以吗 这个话没问 这就是他想要的那句话 他没自身的默认 我 你认为这就是默认 因为他是同意的 杨美酒 就是搞了一年 现在就也是 不知了之了 杨美酒生意 虽然不了了之 但索性投资 花费并不高 只有几万块钱而已 对家庭经济 不会造成巨大影响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丈夫没有尊重陈女士 她可以谅解 但是陈女士 没想到的是 杨美酒生意 只是丈夫 小事牛刀 更大的动作还在后面 一六年 以前做什么事情 都跟我说 从一六年开始的时候 就是跟他吵了 后来什么事情 都不跟我说 十月份的时候 就是说几个朋友 说一起搞那个火锅店 他没有跟我说 我也是听听朋友说 朋友说就是说 叫他老婆去管钱 后来回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搞那个火锅店 是什么 他说我们去考察一下 你们也确定去搞 我说反正是这样 火火的事 我说你不要穿越 他们搞 就让他们去搞 他说我们还没确定 就是说去 有时候去考察一下 那时候我问他 投资多大 他说肯定要一两百万吧 我说你不要穿越 后来就是他们去 到那个澳洲 那里面去考察 他也没跟我说 他朋友就带着老婆一起去 他老婆晚上 就发了那个朋友圈 就说他们到那边去考察 在那边吃饭 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才是知道 他那边的晚上 去考察吃饭 别人就带着老婆去 就说你有这个 那个想法也没问我 也没征求我的意见 你去了 你也没跟我说 后来回来的时候 我就还是强热 就跟他说 我说不能搞 你如果要搞的话 我这个建材店就不开了 要不我们就离婚 只有两条路 我就随便离行 他说反正还没确定 你不要管 你把你的店看好 管好就可以了 我的事情你不要管 我就没有管 我就不知道 后来我就听见别人说 那个店已经在装修了 我就问他 他说我们有参与 里面装修买材料 什么里面设计 都是问他吗 有时当我的面 就是接电话 有时就是说 用你的手机 上面给我提现 我把他手机一打开一看 他里面就有一个群 群里面就看了 那个合同 刚刚那天就签了 有他 有他 他占了52% 另外两个朋友 占了48% 前面已经说了这么多次了 我说我不同意 从那时候看到那个合同 我才是知道 我后来我就跟他吵 我就到那朋友 他那边去说 我说这个事情 那个火锅店 你们已经在装修了 我说他要退出来 如果没退的话 这个店 你们开不下去了 要不我们就离婚 他说你不要急 他就说他退出来 另外一个朋友已经接了 刚开始我们去考察的是 一个大型的火锅店 那里面投资 一两百万确实很大 后来这个店要小很多 投资不了多少钱 他后来就跟我吵 我不要不做 我就占了我一个 他也同意 他说你必须把这个 店装修开完营业以后 他就说要退出来 大家都玩得这么好 我说这一点忙 是没有问题 接的时候呢 他也是整天在那里 那个营业额 他手机上面也有 不像是退出来的 也不像退出来的 手机上面呢 别买了一个餐具 买了什么东西都是问他 因为那个经济上面 我都不知道他的经济嘛 我就问他投资了多少钱 他说没有投资多少钱 投资了一万多块钱吧 我都怎么不相信他 从那时候我就把他手机上面的钱 就卷过来了 到现在他就说他是退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退 去年过年的时候 他因为在外面做工程 接账去年只要拿了两万块钱回家 不可能只有这么多钱 至少还有 要么电子没退出来 上学完了 开业了 当时因为是叫我管钱嘛 开始都在我手机里面 显示都有 所以还没完全理清 那个钱是没理清 我把鼓退出来了 他还是就是无放 明白为什么吗 他说没有跟他商量嘛 你跟他在这些事情上 有像今天这样坐下来 安静地说一说吗 确实我们在一起 心灵气和地说很少 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 我喜欢小鸟于人那种 我不喜欢大得烈烈的 实际上我不是那种 我是最喜欢的 就是说有什么事情 这也很大的那种 我一看我就 不想跟他说 夫妻两个有商有量的 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我肯定会理解你的 我本来就是说 我想跟你商量 有的时候一开口的话 他马上就声音很大了 这怎么行呢 一下子什么心情都没有 在他一反对 几次反对 你都没有阻止到你 这是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开 再一起的话 比如我在店里 老师有时候观念不一样 在争 我不与我 离得远一点 不如我自己去做一点 我自己的事情 是的 孙先生直言不讳 就是为了避开妻子 才选择在外拓展新的事业 但是他选择一次次隐瞒 一次次不尊重的方式 对待妻子 这让程女士十分受伤 现在连公公对她的态度 都和孙先生如出一辙 我就是做了什么不好 他都挑我的刺 我们两个人吵架你 他也是帮着他 也是当我的面 骂我 什么样 怎么样不好 怎么样不好 就是他对我不尊重 就所以我公共才对我这样